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弟身高一般高 身材相當高挑 凝聶男 magnesium 高音 Cly Stancum 世界 jako opsiod 曾直立方 更高 剛剛主持人也提到 如果雙齡配打 爸爸媽媽太不公平了吧 那過去在這個林洋沛之前台灣的第一男雙就是這個雙齡配啊 那剛剛主持人也提到過去曾經高居世界排名第四名 當然這個洪林教練在忍痛這個當教練之後呢 也造就了台灣這一面奧運的金牌 那這場比賽將是由這個王爸爸跟王麒麟要率先搭配 要面對這個陳媽媽搭配陳洪林 好雙方練習結束 這場明星家庭組的對抗馬上就要展開 洪林教練跟媽媽 那率先來發球要面對這個麒麟跟王爸爸 好 齊林教練抱歉 王林教練帥線來發球 好 齊林教練抱歉 王林教練帥線來發球 晤林教練還有八球 在後雙方練習結束 mejor 對 王陵順一戰 對 王陵順一戰 好 齊林教練 抱歉 寶林教練也發球 好 欣林教練幫歉 王林教練們的招球 這顆有進嗎 這是出界 陳媽媽也沒有打到球 好球 最落在界內 陳媽媽這球掉得非常精準 操一下教練 左右掉動 超高了 下去要多跑50趟嗎 回去多球多不玩了 球啊 多拿兩桶來 3比2 在場上打球 如果打不好一定是小孩的錯 一定是小孩打不好 鐵定是 3比3 碰了一下 出界了 對 其實有時候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欸 自己的小孩是選手或是教練 感覺父母親應該都很厲害很會打 但其實 其實應該是說 球員跟教練都花了很多時間跟心思在球場上 其實跟家人相處的時間未必是這麼多 對 反而跟隊友可能相處的時間最長 對 那有時候可能 就是 你說 教父母的時間 教父母打球的時間未必會這麼多 對 有時候可能就是交流一下 聊一下 欸 你這個球怎麼打 對 然後就會聊天一下 那你跟妹妹都國手 那媽媽球技如何 媽媽說她不好意思來參加比賽 怎麼會可以不好意思呢 我們很想看到 這個小馬跟妹妹還有媽媽的組合 在明年的青城杯 那如果講評講到一半可以先下去打 沒關係 我一個人講 感覺會很有趣 是啊 喔 這邊在前場 那王爸爸直接攔截 對 所以其實全家從事一個共通的運動 其實也會多一個話題 對 會增進親子的感情 這是絕對 然後其實 父母親跟球員 即便是現役的球員 也都還有學習的空間 尤其是如果小孩子還在國小 國中還在成長的階段 對 父母親要怎麼去陪伴孩子 面對一些挫折跟 訴求的壓力 是 對 有時候也是有看過就是 父母親比較著急啊 比較心急 有時候是如此 媽媽 或是爸爸 家長就是會比較 當然會 可能希望能夠打出成績來 就會比較急一些 就是希望望子晨 望女成鳳 對 有時候反而就會覺得 該贏的球怎麼沒有贏 反而父母親很生氣 但其實小孩心裡已經很不好受了 沒錯 對 所以其實父母親也是在學習 這個跟小孩互動 然後也是對自己的心態的轉換 對 那大多數家人的知識 有時候是當一個陪伴的角色 或者是一個傾聽者的角色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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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這個小馬說的 因為你自己是球員出身就知道 在球場 輸球最難過的鐵定士球員本身 對 對 然後如果身邊的人還持續的 覺得 欸你怎麼打不好 那其實 那個心情其實是更難受 比較難以跳脫出來 對 尤其是家人 就覺得說 可能 欸應該是要 安慰 安慰的角色 怎麼 家人才連帶的來 來 指責這樣子 但是有時候 因為家人也太過親密了 是 就忘記了 沒錯沒錯 可能需要再跳脫出來一些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有些 教練的小孩 未必都會自己帶 沒錯 送到別的學校 讓別的教練來 確實 來帶 好 目前場上比分 兩分的差距 那由宏林教練 跟 這個陳媽媽 戰士領先 這邊王爸爸的反拍掛網 形成了13比10 再撥 還有 嗯 這個反拍的扣殺 哇 以這個 齊丁的高度 是 這個殺球的角度太尖了 不公平 哈哈 對 通常 如果在私底下打球 這個不算 對 一定不算抹掉 對 嗯 好球 王爸爸 攔截到了這一顆 還有 漂亮的鞋線 很漂亮的鞋線 媽媽拿下了這一分 目前比數來到14比12 這個發球短了一點 還有 王爸爸 連續的反應啊 非常好 這邊反拍的殺球 差一點點 結果是宏林教練的失誤 前幾拍王爸爸的進攻的意識是還蠻強的 而且確實都有壓下去 是 好這邊 陳媽媽可以控制後 形成了15比14 那請 跟王爸爸的搭配呢取得領先 不過 如果宏林教練的分球呢 拿到分數 雙方15比15 好球 陳媽媽拿下關鍵的一分 在這場別開生命的明星家庭組呢 目前暫時由 宏林教練搭配陳媽媽 一分領先了麒麟跟王爸爸的組合 不過在換場之後呢 兩位 現役的球員跟教練呢 在搭檔上面也要做更換 那 麒麟呢是搭配弟弟齊朔 那宏林呢 就是 同樣也是搭配弟弟宏家 那 麒麟跟 齊朔 之前如果有看這個 應該說意志的節目 有看過他們兩個兄弟黨一起 來參加節目 那一場比賽蠻爆笑的是 這個主持人問他 問麒麟跟弟弟差幾歲 麒麟突然 一時之間忘記 他跟弟弟差了幾歲 哈哈哈哈 那 這個齊朔 也是陳大的校隊 那目前 在陳大志工表現 非常好 那兄弟倆 是相差六歲 我們看到這個齊朔 非常有形 綁了一個小沖天辯 跟小馬一樣 哈哈哈哈 好球喔 再後場的掉球 可以看到齊朔 因為他的身高也是蠻高的 所以在進攻的角度上 也是變得非常的刁鑽 好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齊麟齊朔兄弟黨 對上宏家兄弟黨的同時 這時候我們的轉播台 來的特別來賓 那也是觀眾朋友 非常喜愛的李楊 那剛剛李楊 跟爸爸打了一場比賽 那場比賽其實 對於比賽當中 對你印象不深 對爸爸舊球印象很深 那先來看一下 剛剛跟爸爸打的這場比賽 你覺得爸爸打得怎麼樣 我覺得爸爸打得很好 因為本來那些鋪球 網路上不是會有一些鋪球的影片 我就是從小耳濡目染的 我剛剛覺得好像 看到 彷彿看到你 沒有沒有我是學爸爸 對對對我是學爸爸的 所以 所以就是耳濡目染起來的 是 那談一談清晨杯對你的感覺 因為其實小時候你就參加過 我覺得清晨杯對我來講 就是從小爸爸很像是 跟我炫耀的一個比賽 就是他在比賽中 在清晨杯可能拿到什麼 單打冠軍啊 然後後來有一年 17歲的那一年 他願意跟我配打雙打 然後在 我有點忘記哪一組 但是我就是 我們剛好那一年 很有幸的跟配爸爸 然後拿到冠軍 是 所以清晨杯 你過去小時候 其實就拿過冠軍 那我記得 前不久也有在打過清晨杯 那這幾十年來 等於說你從小就參加這個 杯賽 那這個杯賽對你的意義 是什麼 我覺得是一個可以讓全民 更更促進全民 參與羽球運動的一個 業餘比賽 我覺得真的是 我覺得 越辦越盛大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參與羽球運動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於我們羽球的發展非常重要 對那這一次跟這個 其實一起擔任宣傳大使 是不是也是你覺得 在你的網球生涯當中 需要做得一步 因為來推廣這個運動 對這也是我們現在希望說 我們可以做更多 讓更多人認識羽球的魅力 然後也希望說 我們在不影響到自己職業生涯的狀態下 然後可以讓更多人喜愛羽球 是 那談到了職業生涯 當然在今年對林洋沛來講 最重要的應該是在九月份的亞運 不過在今年的部分 大家還沒有在國際賽看到你們 那你們現在接下來計畫 我相信很多喜歡你們的球迷朋友 想要知道現在的一個規劃 我們現在可能目前就是 四月十一到四月十七要打全國團體賽 在屏東 然後之後可能 再準備兩個禮拜 然後代表台灣去打湯姆斯杯 對 湯杯 然後直接接著泰國公開賽 然後可能試防疫規範 然後再參加印尼公開賽 然後我們就是可能 五月到九月都是在比賽的狀況 所以我們當初才會選擇 先不丟在台灣 畢竟我們需要一個訓練期 才可以保持好身體的狀態 對 那剛剛有談到一個重點 就是在防疫期間 因為我們知道去年其實 滿辛苦的 包括在這個 我們年中在試警賽的部分 其實都要防疫的關係 那要隔離 那談一談 當時在隔離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樣 在隔離時間 今天還是能夠讓自己的身體 維持一定的強度 我覺得就是這也是我們現在 疫情情況下 我們需要 運動員需要去做學習的地方 那可能就是多做一點 室內的運動 然後可能核心這些多練 所以我們其實也還在學習 因為畢竟以前 從以前到現在才開始 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也在學習 就像小代之前發的一樣 我們只能走一步是一步 對 那在談一下 因為去年拿到了這個金牌 當然已經變成各國頭號的假想笛 那您自己跟齊林 或是教練團這邊 有沒有針對這個部分 在做一些調整 或打法上做一些變化 不要讓其他國家的這些頂尖選手 摸透我們台灣的林洋佩 我覺得我們還是會把姿態放低吧 我們不會去想說 我們之前拿到奧運金牌 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可以一直保持在學習的狀態 然後挑戰別人 然後盡量去享受 每一場比賽對手不一樣 然後去學習怎麼跟每一個對手去抗回 是 好 非常謝謝李洋來到我們的現場 跟我們分享你現在的狀況 還有接下來的一些計畫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聽完李洋的訪問之後 我們再把焦點回到現場 目前這個齊林跟齊碩 暫時25比24 領先了這個洪林跟洪佳 那當然剛剛李洋也談到過去 他在清晨碑的一些狀況 還有爸爸在清晨碑 非常英勇的表現 那他也提到 他這個救球的功力 完全是遺傳到這個父親的這個基因 耳濡目染的 對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齊林齊碩 這個洪林跟洪佳的競爭相當激烈 這一個後場的高壓扣殺 可惜差了一些 那我們看到齊碩也吐了吐舌頭 相當可愛 那目前來到26比25 接發球發生了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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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意識到 喔!這顆有進 這個球速太快了 26比27 好,麒麟的掛網 雙方兩分差距 王爸爸很可愛 在旁邊幫兩個兒子加油 是 能看到兩個這麼優秀的小朋友來到場上 我相信這是父母最大的驕傲 好球 連續的高壓扣殺在追1分28比29 29比29 這一顆掛網之後呢 形成29比29平手 而且靠著麒麟 這個中路的殺球呢 率先來到了賽末點 麒麟也沒有在手軟 對 不過他挑的殺球的對象是挑紅家 是,所以最終我們看到麒麟 這個殺球連發的情況之下呢 以31比29 只有兩分之差 擊敗了教練帶領弟弟的組合 非常恭喜 王偉健、王麒麟、王麒麟、王麒碩、王家 擊敗了 這個由王昭晴 陳媽媽帶領的陳宏林跟陳宏佳的搭配 贏得這場比賽 那當然在這場明星家庭組的比賽過後 待會要登場的就是由我們理事長 吳亦麟帶領這個兩位公子 陳子瑞跟陳子怡要對上 由呂爸爸、呂立生帶領的 呂嘉賓跟呂嘉謙 所以接下來都是明星家庭組的對戰 而且都是練家子 包括理事長吳亦倫小姐 過去也是國手 所以這真的都是非常高水準的一個對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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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